本屆全大運聖火 从台湾大学绕行校园实景之后出发 传递的地点涵盖北中南总共五所学校 包含下一屆承办学校中央大学之后再回到台大 其中到达位于中央山脉海拔高度 2100公尺的梅峰农场 是台大校地的最高点 象征选手在全大运能够登峰造极 激发潜能 缔造家机 接下来就请观赏 106年全大运聖火传递的记录影片 106年全国大专校院运动会的 聖火点燃仪式全国记者会 大家可以花挥你们的潜力 然后履创家机 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无疑 谢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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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oplan 我们真的有点小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106年全大运圣火大使进场 本次圣火队的组成 首先是台湾大学参加106年全大运项目的代表选手 有来自田径队的苏特伦 跆拳道彭浩关 游泳队蔡福安 旗舰队卢广豪 宇球队黄成毅 网球队郭彩燕 柔道队彭彬 射箭林 射箭队吴孟欣等六位同学 以及台湾大学运动机优代表女子手球队队长刘奕文 台大女子手球队在今年未冕冠军完成十连霸 取得历年来大专杯最佳成绩 女子篮球队队长李沁雅 台大女男于1050年度公开二期获得冠军成绩优异 以及游泳队男女队长张一凡 许明山 张一凡曾经获得男以总锦标冠军 许明山是女以200公尺蝶式记录保持人 还有田径队运动机优代表陈廷轩 林彦宏 陈廷轩是第六十四届台大田径队男队长 并且拿下全大运男子总锦标冠军 林彦宏是第六十四届台大田径队女队长 曾经获得全大运跳高金牌 106全大运加油 次大运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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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佳佳 文姿云 跆拳道國手莊佳佳曾獲得世界大學運動會世界跆拳道錦標賽金牌 空手道國手文姿云曾獲得亞運金牌 在空手道女子選手最新的世界排名 排名第一 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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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使圍繞聖火臺 高舉聖火 點亮聖火 讓聖火見證全大運公平競爭運動精神 齐勉本屆全大运选手们皆能屡创假机登峰造极 预祝106年全大运圆满成功 本屆圣火台是以皇冠造型设计 象征与会运动员优异的表现 以及争取胜利夺取冠冕的夹击 同时圣火把也是以LED灯灯光的设计 象征创新的科技 也呼应全大运绿能环境健康科技的精神 同时圣火大使总共有16位 也象征在此次运动赛会当中 领导全体参赛选手 一起再创巅峰 谢谢16位圣火大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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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